心脏的三个重要穴位 你一定要记住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于心脏呢 有三个重要的穴位 有人说呀 这三个穴位呢 是急救的穴位 我不同意 当发生心脚痛 急救的时候 说120没叫来 你就处理这三个穴 我建议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操作之下 对急性发作的心脏病患者来说 无异于做过激的动作 以免造成病情的加重 那这三个穴位呢 是你在平时保健的时候 最重要的三个穴位 一定要多把它们畅通 赶紧学起来 第一个呢 就是急全穴 这个位置很好找 我们反复说过 上臂外展 找到液窝中部 这个位置上去扣积 这就是急全穴 这个位置上汇集了心脏相连的 许多神经啊血管啊 所以对心脏的问题 是一个重要的解决点 第二个穴位呢 就是痰中穴在两乳之间 这个位置经常点按 解决这一点的疼痛问题 可以改善像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心痛 悬晕 这些情况 也可以把手钻成拳呀 拇指关节处进行垂击 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穴位给激活 第三个穴位呢 就是内观穴 这个穴呢 是在腕横纹上 两寸的位置上 按柔内观穴呢 可以振奋心阳 尽早的恢复心脏的功能 这三个经常按柔的穴 你学会了吗